各位大家好 我是澳洲办事处资深商务经理 黄敬发 阿弗里黄 很高兴在这里跟各位互动 我在办公室主要是负责生物科技 与医疗保健产业 主要的任务是在推动澳洲跟 台湾的一个科技的合作 以及厂商的一个交流 促进双方的一个合作 那各位都知道 澳洲在医学方面的研究相当先进 目前澳洲已经有15位诺贝尔奖得住 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在医学方面 最近上市的女性子宫颈癌疫苗 其实就是澳洲科学家研究的一个成果 澳洲在医疗仪器方面的研发也相当先进 举番人工电子耳 人工心脏 呼吸中止治疗的一个医疗器材 澳洲都指世界之女儿 以人工电子耳来说 她帮助失聪的儿童恢复听觉 重返有生世界 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这是相当相当了不起的一个医学上的成就 目前台湾已经有将近2000会成功的一个个案 另外在血液制剂方面 澳洲帮台湾做血液的代工 帮助台湾落实的国血国用的重要卫生政策 这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案子 最后我要跟各位报告是 澳洲在医学方面的一个查验登记跟临床试验 都跟世界接轨 跟欧洲跟美国都同步在展开 所以提供了一个产品的安全与品质 各位如果对澳洲的生物科技 与医学方面有任何的一个需求 请随时跟我们联系 我们会以最大的热忱来回应各位的一个需求 与查询 谢谢